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聊球 现在呢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是关于CBA广东队相关的一个话题 CBA广东队的首场比赛打得非常好 116比102拿下了南京同西队 那也可以通过这行举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像周鹏威姆斯离开广东队 对于广东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像队长周鹏黎队之后 对于新赛季的广东队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我们也没有想到广东队的磨合是这么快的 马上布鲁克斯在球场上的状态并没有 跟之前有很大的区别 身体状态特别好 还是一名节奏大师 打出了超高的一个技术水平 拿到了前队的最高分 身分球命中力还依然是很高 手感也特别好 所以广东队轻松拿下胜利 那在这场球中大家关注非常大的就是周鹏的位置 周鹏位置呢杜峰是用到了张浩佳 还有一个是杜云旺两名球员来抵 这两名球员在球场上也打出了很好的成绩 三分球命中力特别高 虽然说防守方面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但是这两名球员的命中力是有所提高的 这对于广东队新赛季来说肯定也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可以看得出来周鹏的离队对于广东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原来杜峰也是已经早已经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了 那张浩佳跟杜云旺在新赛季肯定会有一个新的突破 那我们也期待广东队在新的赛季能够打出超高的一个技术水平 好了朋友们这期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点击关注 还有朋友们一定要常按点赞一直按点赞可以把我这边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看到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上 朋友们拜拜